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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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CCTV 這個是爸爸 我是CCTV爸爸 我是小醫生 他今天是小醫生 阿思思 你看他有上次的小醫生造型組喔 最近 有我們有接到很多小思思的來信 說那個 佩佩豬軌道賽車組 就是粉紅豬小妹阿 到底是去哪買的呢 看起來好好玩喔 那我們大部分都在夜市看到 你看你看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來找一個 類似佩佩豬的快樂豬 Happy Pig 也是在夜市買的喔 是小型的城市軌道賽車組 對阿 這個好像不便宜喔 這個好像300 我們來開箱 組裝完成阿 這個組裝非常簡單 比起之前我們開箱的佩佩豬的 城市賽車阿 機場賽車組合阿 是不可同日而語 因為這是基本的嘛 然後是有點夜市簡單版的感覺 那它也不算是賽車組 它是軌道組 然後它會有六支 那個佩佩豬的 很像佩佩豬的設計 但它不是佩佩豬喔 它是快樂豬 對 那它很簡單阿 但我覺得開了之後也還是不錯 但你知道就是 就是Made in China 所以它看起來會很像 那一開始 小醫生阿斯斯 還是蠻有趣的 鬼道組還是蠻有趣的 還是你放下面 他配樂還不錯 我覺得這是我還蠻欣賞他的配樂 很輕快有活力 果然是有快樂珠的感覺 快樂Fu 但是呢你看 他會卡住一下 因為他腿道有點歪 就是快樂珠 小醫生派出那個阻檔部隊 沖繩皮卡丘 但我覺得如果小孩玩這個應該也是蠻有趣的啦 可以消磨一些時間 喔 有快快出普階了 看一下普階之後可不可以 還是可以 普階之後還是可以繼續前進 這就跟人生一樣啊 普階之後還是要繼續前進 遇到了阻檔怎麼辦呢 那就要看阻檔他有多大了 目前賣桌阻檔部隊 是沖繩皮卡丘 還是有一隻普階 普階繼續他的普階人生 跌倒了 還是會再站起來 快樂珠小妹 粉紅快樂珠 我已經抓起來了 被抓起來了 被小醫生阿絲絲抓起來 關到這裡面了 所以爸爸要把之前的車車 拿出來 全家回力車 把它搭成這一組也還蠻可愛的 這一組呢便宜是便宜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之前的 那個軌道賽車組那麼好玩 但是因為他是小的嘛 基本的在夜市就買得到的話 我覺得也還算OK啦 還是要去買一下那個真正的軌道賽車組 真的比較好玩 連大人都會覺得好玩 那這個可能小朋友如果還小 比如說比較四隻 年紀小兩歲以下的話 他應該會覺得OK 那沒有那麼的好玩 但也還算可以 所以今天的玩具開箱到這邊 成功 謝謝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啦 好那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掰掰 這邊這邊還沒有訂閱 這支TV頻道的朋友 請在上方幫我們訂閱 或是分享都可以喔 一個訂閱一個分享 都會幫助我們喔 這邊這邊訂閱 然後這邊 是我們推薦給你的 下一部頻道的影片 請大家多多的觀賞分享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